接下来勾第七圈 先勾引拔针过度 然后在当前位置勾一个花瓣 完成后勾锁针与短针的过度 注意先勾五针锁针 一、二、三、四、五 再勾一针短针 短针仍然勾在上一圈对应的针目中 最后勾五针锁针 一、二、三、四、五 这一圈的规律和第六圈相同 区别在于两侧过度的锁针 分别由三针变为五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圈勾完 还剩最后几针 最后在起立针上引拔结束 因为到这里单元花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需要将线头处理好 这里有一个看不出痕迹的收线头的方法 最后的这一针引拔针不用拉紧 流出五厘米左右的线头 剪断 从起立针往左属的第二个辫子处 一、二 也就是枣形针之间的第一针锁针位置 挑起上方的两根线 从背面穿入 注意 勾针上方有两根线 下方有一根线 将线头拨过来 再调引拔针的外侧半针 也就是线头在的这个位置 从外侧调起一根线 将线头勾出 稍作调整 可以看一下 这样修完线头 表面没有任何连接的痕迹 最后将多出的部分收到织片的反面 纹理清晰的这一面作为正面 纹理模糊的一面为反面 大家可以多收几针 再减掉多余的部分 大家看 这个就是主体部分 单个单元花编织完成后的样子 我再强调一次 我们只需要完成一个前七圈编织的单元花 剩下的单元花在勾第七圈的同时 与前面的单元花进行连接 下面学习单元花的拼接 先看图解 图中是四个单元花的拼接图 无论拼接多少个单元花 方法都相同 这里用到的是引拔针拼接的方法 全部为花瓣与花瓣相连 将需要连接的花瓣中间的锁针 改为引拔针 拼接只会遇到两种情况 第一种为拼接两个花瓣 第二种为拼接四个花瓣 下面请先看我演示拼接两个花瓣的方法 这里我用四个单元花作为演示 其中一个为完整单元花 剩下的三个为第七圈 完成了一部分的单元花 一共分为两排 大家实际勾知作品时 将需要数量的单元花 一排一排逐一拼接完成即可 现在拼第二个单元花 这个单元花与第一个单元花拼接 只需要拼接两个花瓣 所以可以按照第七圈的编织方法 先将其中的六个花瓣勾完 剩下两个花瓣 我已经勾好了 现在拼第一个花瓣 先勾一针造型针 接着原本钩三针锁针 接着原本钩三针锁针 这里改成一针锁针 然后拿起前一个单元花 将这两个单元花的背面相对 注意不要放反了 调起任意一个对应花瓣中间的小洞 勾一针引拔针 再勾一针锁针 接着在当前单元花的位置 再勾一针造型针 第一个花瓣拼接完成 第一个花瓣拼接完成 可以看一下 实际上 枣型针之间 还是三针 只不过将中间的一针锁针 改成了引拔针作为连接 然后勾锁针与短针过渡 完成后勾最后一个花瓣 一针造型针 一针锁针 一针引拔针作为连接 背面相对 挑起相邻的 锁针的动眼 勾一针引拔针 接着一针锁针 最后再勾一针造型针 第二个花瓣平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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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引拔结束 处理好线头 前面已经演示过收线头的方法 我就不再重复说明了 大家看 这个就是第二个单元花拼接完成后的样子 一共拼接两个花瓣 这两个单元花作为第一排 大家拼接其他数量的 后面所有的单元花 全部按照第二个单元花的拼接方法 进行拼接 下面拼第三个单元花 这个单元花与第二个单元花拼接 仍然拼接两个花瓣 可以按照第七圈的编织方法完成前六个花瓣 剩下两个 这里我已经准备好了 大家注意第二个单元花上拼接的位置 拼接这两个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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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针引拔针作为连接 先拼这一边 背面相对 一针锁针 注意连接时始终背面相对 最后在当前单元花的位置 再勾一针枣形针 第一个花瓣拼接完成 勾锁针与短针过度 接着拼第二个花瓣 一针枣形针 一针锁针 一针引拔针作为连接 背面相对 一针锁针 再一针枣形针 第二个花瓣平接完成 将剩下的过度勾完 最后引拔结束 处理好线头 大家看 这个就是第三个单元花 拼接完成后的样子 接下来拼第四个单元花 这个单元花需要同时与第一个和第三个单元花相连接 一共拼接四个花瓣 拼接方法与前面相同 只需要注意拼接的位置 按照逆时针方向 拼接这四个花瓣 一 二 三 四 因为只需要拼接四个花瓣 我们可以先按照第七圈的编织方法 将其中的四个花瓣勾完 剩下四个 这里我已经勾好了 先拼第一个花瓣 一针枣形针 一针锁针 一针引拔针 拼在这一个位置 背面相对 一针锁针 再一针枣形针 第一个花瓣平接完成 接着勾过度 完成后拼第二个花瓣 完成后拼第二个花瓣 一针枣形针 一针锁针 一针引拔针 一针锁针 再一针枣形针 第二个花瓣平接完成 还剩下两个 按照同样的方法拼接完成 δría don就职 估计第二个花瓣平接完成 一针形针 三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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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洋 四个花瓣平接完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看,这个就是第四个单元花拼接完成后的样子 到这里拼接的方法就结束了 无论大家拼接多少个单元花 只会遇到拼接两个花瓣 和拼接四个花瓣的情况 只要掌握了以上方法都可以轻松完成 可以看到这四个单元花的中间有一个缺口 我们需要在中心勾一个补角单元花 下面学习补角的编织方法 先看图解 补角为八个镂空的花瓣形状 由环形起针开始 从中心逆时针环状向外编织 一共只有两圈 包含的针法比较简单 只有锁针、短针和引拔针 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 起针以及第一圈和主体单元花的编织完全相同 这里我就不再详细说明了 环形起针 第一圈勾织16针短针 最后在第一针上引拔结束 拉紧引拔针 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勾第二圈 在勾这一圈的同时 与缺口处的单元花进行连接 我们先来看一下需要连接的位置 分别在连接的花瓣处 以及花瓣之间的短针处 也就是这个凹下去的部分 一共八个点 按照逆时针方向连接 开始勾第二圈 先勾六针锁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接着 调起两个花瓣的连接处 任意一个连接处都可以 从背面调起连接处的两根线 勾一针引拔针 注意是这两根线 完成后再勾五针锁针 一 二 三 四 五 最后在当前单元花 相邻的短针针目引拔结束 将单元花的正面对着自己 在相邻的针目中 引拔结束 形成第一个 镂空花瓣 然后再调起第三个短针针目 在里面勾一针引拔针 继续勾第二个花瓣 六针锁针 调起 完整单元花 两个花瓣之间的短针 仍然是从背面穿入 勾引拔针作为连接 再勾五针锁针 最后在当前单元花 相邻的短针针目 引拔结束 形成第二个镂空花瓣 可以看一下 每两个短针 勾一个花瓣 继续挑起相邻的针目 勾引拔针 开始勾第三个花瓣 六针锁针 一针引拔针 作为连接 引拔针勾在 这两个花瓣的连接处 挑起背面的两根线 最后再勾五针锁针 完成后在相邻的短针针目 引拔结束 第三个镂空花瓣 编织并且拼接完成 继续勾第四个 先挑相邻的短针针目 勾引拔针 再勾六针 锁针 一针引拔针 作为连接 按照顺序 这一针引拔针勾在花瓣之间的短针处 背面入针 最后再勾五针锁针 并且在当前蛋元花相邻的针目中 勾引拔针 第四个镂空花瓣 完成 可以看一下这里的编织规律 镂空花瓣的编织方法为 在第一圈的每个短针针目中勾织一针引拔针 每个引拔针之间勾六针锁针 一针引拔针连接五针锁针 连接的位置只有两种 一种是花瓣连接处的背面的两根线 一种是花瓣之间过度的短针之目 全部从背面入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补角单元花勾完 还剩几针 右针锁针 一针引拔针进行连接 五针锁针 勾完了最后的引拔针 流出五零米左右的线头 剪断 将线头收到背面 大家可以多收几针顺着中间的纹理收进去 大家看 这个就是补角单元花 编织并且拼接完成后的样子 无论什么尺寸 只需要将所有的缺口处勾上补角单元花即可 如果大家勾完的成品不太平整 可以用运筒在坦次的反面 运烫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